今天是5月15日 然后我听说这边一个胡大哥 他这个土豆使用了我们巧克力 今天是第八天 然后我今天过来做一下这个回访 胡大哥你好 你好 胡大哥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 同河拉八大队一小队 我听说你之前充施了这个低光的巧克力是吧 对 你这是大概多少亩地这一些 这边是30来亩地 30来亩地 当时那个低光巧克力的话 平均一亩地低光了有多少 低光了6公斤 低光了6公斤 然后通过从低光到现在是第8天的时间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感觉您现在这个土豆现在长势怎么样 感觉冲时这个长势良好 这个杨玉发岔也比较明显 长势也比较明显 杨玉发岔您是指的哪些地方呢 它就是这个岔子 下面那个岔子 下面的岔子 对 来我们掰开看一下 就这地方是吧 对这些岔子都已经在发芽了 这30多亩地当时是全部低光了我们巧克力是吧 对 我看咱们可以这样放眼过去哈 这个土豆这么一看的话就是长势非常均匀 对长势均匀 对对对 然后也非常具有这个生命力看着 对 然后您边上那些地它们是充实的这个常规肥料 对它们充实的常规的 我看着它们的苗子 你看就是长势就是有高有低没有那么不均匀啊 不太均匀 但是充实了我们巧克力之后呢你看哈 目前这个长势来看的话是非常不错 是吧 对对对 然后下一水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在什么时间 应该是18-9号 也是这个月的18-9号 对 我看这个花也现在已经开期了 对已经在开花了 行 那那个大哥对我们巧克力满意吧 非常满意 看着镜头说 非常满意 会不会给那个其他的农户推荐我们这个巧克力 到时候把这周边的朋友 全部要推广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肥料确实可以 好 感谢胡大哥 让我们一起为巧克力点个赞